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扶着货 一手牵着孩子 肩上扛着的是家庭 手上牵着的是未来 靠着一包货一包货地扛 2016年 染光辉在重庆最有名的地标解放碑附近 贷款买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 妻子还记得刚搬进新房的第一天 两口子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 相视而笑 笑着笑着就落了泪 这个家不容易 是他辛辛苦苦扛出来的 最近56岁的染光辉有了新职业 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员 他希望靠自己的双手为家人换一套更好的房子 希望儿子能考上一搜好大学 希望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说起未来 染光辉的眼里充满了光 这也让我想起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 幸福需要经营 你想要的人生只有自己能给 不在该努力的时候选择安逸 最终才会因为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生活不会永远顺着我们 你想要的只能靠自己争取 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决定生活的样子 也许你现在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 但不要忘记 树成长之前也要扎根 也要在漫长的时光中沉淀养分 接下来想一想 哪有那么多的天赋异禀 那些让你羡慕的优秀的人 也都曾默默地翻山越岭 所以乾坤未定 不要急着否决自己才走了一小半的人生 要相信 继续坚持下去 终能拥抱星辰大海 待到未来回头再看 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 一味的抱怨没有任何意义 唯有努力坚持才有赢的可能 那些你暗自努力的时光 终会照亮你前行的路 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但我希望你遇到人生难关的时候 可以是他的对手 你要相信只要努力 将来的你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看过这样一段话 人要获得成长 背后要付出非凡的努力 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不同程度的放纵 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不同程度的锻炼 必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 你想要的一切 终究只能靠自己 你想要的人生 也只能自己给自己 未必每个人 最后都会万丈光芒 但路途上努力的你 发出的光 一定会照亮很多人 包括你自己 愿你靠着努力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阅读的全部内容 想要收听更多的阅读文章 请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你好梦 晚安